我們先看一下下面的畫面 決定心儲吻 Xingrong and its chief executive, Yumin Lee. They violated U.S. law by accepting crude oil. We've said all along that any sanction will indeed be enforced. We can't tolerate more money going to the Ayatollah, putting American soldiers, sailors, airmen, and marines and putting their life at risk. It's too important. Now, those are just a few reasons why we insist on free and for trade with rule breakers like China. There are many others. It's also why we tackled tough trade disputes with friendly partners like India. And it's why we explain to nations like Hungary that companies that are tied to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should not build out their 5G networks. We explain why America's economic model is the best. It's the best to secure prosperity, not just for us, but for every citizen across the entire globe. And speaking of explaining, I'm honoring your service today too, by telling the world one simple truth, the U.S. military is a force for good, everywhere and always. วัง小明杰,美國跟伊朗的緊繃關係, 現在看起來再度對立,而且再度升高 我們先簡單交代一下過去這半個月發生什麼事 事實上過去這半個月, 的確,你來我往發生了很多波灣 可能都一觸即發的這樣的一個截止郵輪的事件 我们先从7月4号 本来是英国 他的这一个陆战队 他本来要执行 所谓国际禁运 那对伊朗的制裁 那他先扣了一艘伊朗 他的船级是登记伊拉克 但实际上被查出来 他是伊朗的邮轮 那涉嫌可能是要 偷运游到叙利亚 事实上叙利亚 也是同样被禁运的 那英国是依照 这个国际的 这个联合国的这个决议 去执行这样的一个 国际法的这样制裁 基本上他是合法的 但是伊朗对这个事情 他就非常的感冒 那本来先前 他还希望英国 本来他跟美国 在对峙的过程中 他还希望寻求欧盟 英国 法国 德国支持他 那没想到 他还是这个得罪了英国 那这个时候 他有人被扣了之后 他做一个反击 他后来过了几天 他就派出他的这个 他在波斯湾的 他的海上的小艇 那去围 围邮轮之外 那这个邮轮旁边 这次英国派了护卫舰 有巡防舰在旁边护卫 那因为他的这个火力 当然是不够强 所以被巡防舰有开火 把他驱离 驱离之后 过几天之后 他又出现新的东西 他派出了无人遥控的炸弹船 被英军发现说 哇 居然有小艇上面 载满了炸弹 准备要攻击英国的军舰 后来也没有成功 那接下来就发生了 在7月18号就发生说 美军一艘两栖 这个攻击舰 这个全尸号 他已经进入波安了 那在进入波安 这个荷姆之海峡附近的时候 发现仪式 有伊朗的无人机 近距离不到1000码 基本上就不到1000公尺的距离 非常近 那在做侦察 那事实上也不一定侦察 他可以做自杀攻击 所以这时候 这个全尸号上面 它上面配备了一型 最新的叫LMADIS 的一套防空系统 那就把这个无人机击落 那这套防空系统是最新的 它不是开火击落 它是用电子战的方式把它击落 所以你看不到 有飞弹飞出去 这一架无人机就被用 射频干扰的方式 直接就落海 那这一套系统 如果翻成中文的话 它叫轻型的陆战队的防空 整合系统 那它是上面搭载的 这个ASA雷达 小型的ASA雷达 那上面的S波 对于近距离的 微小目标 特别是这种无人机 它侦测的非常清楚 那它就用电子制压的方式 把它干扰 直接让它击落 所以美军的这个做法 是比伊朗还要高端 伊朗是要发射飞弹 去打它的这个无人机 它是直接用电子战 就把它制压下来 那当然伊朗这无人机 不是像美军的这个 先前被击落 这MQ-4C 这一架造价几十亿 这样的高阶的无人机 它是一个比较低阶的 侦察型的无人机 所以当然相对来讲 伊朗损失也不大 因为过去类似的无人机 就有接近过美军的 航母战斗群 也同样被击落过 所以伊朗它表面上看起来 好像根本没有这回事 甚至它反击美国说 你应该打错了 会不会打到你自己 那接下来更进一步 在隔天7月19号的时候 伊朗大动作的 用那种空降特战的方式 蒙面从直升机上面 垂降人员 去扣押英国的邮轮 然后甚至在通话过程曝光 就要求他们只要合作 就可以保命 那这样的大动作 直接扣了两艘 扣了两艘之后 英国当然是跳脚 英国的外相 未来即可能成为 首相人选的韩特 他当然也说 你要小心要付严重的后果 那川普后来 当然也出来声援 但是川普这次讲的话 没有像过去那么强硬 他只有讲说 我们看伊朗 接下来怎么发展 他们现在已经开始 在召回士兵 有可能在备战 但是他们可能 自己就会出问题 那我会跟英国好好合作 但是在这表面上 好像没有什么太 在这个指责伊朗的 这一个言语之下的背后 我们其实观察到 有几个迹象 第一个 这个全市号 这一次 击落无人机的全市号 他其实从今年的五月 就从美国的西岸 森迪牙哥就出航 那时候 美国无人机 还没有被击落 也就是说 事实上老美早就在准备了 两个月前 他就已经指派 这第十一支远征旅 大概有五千名的官兵 然后一路航行 横渡太平洋 进入南海 然后进入这个 荷姆之海峡 到现在抵达波湾 这一支征援的部队 美国从来没有公开说 我是要来因应波湾战争的 第二个 他还有什么准备 他在卡达的这个空军基地 先前本来部署了两架F-35A的 这个逆中战机 那现在最近听说 他本来有一支连队 F-15的这个战机 最近又加派了一支连队 那另外最近 他也跟沙鲁地谈好了 准备要恢复在沙鲁地 这个乌戴德 这个基地的驻军 所以种种的迹象显示 就是说 他的军力部署默默在做 实际上都没有公开 但是真正要动手 就是有可能像这样子 默默的进行 那川普反而不会痛批伊朗 好我们稍后立刻回来